欢迎收看顶尖赢家节目 我是李建民 如果礼拜一你东转西转东看西看 或者听到别人的介绍 你锁定我们顶尖赢家的节目 那我相信呢 礼拜一的低档转折点 你就能够轻松的掌握 而这个行情 如果我没有这个本事 帮你预测未来 你又如何能够掌握未来的行情 我强调的是未来 因为我的过去你来不及参与 2月5号 马年开红盘第一天 你锁定了我们节目 刚好是我们节目首播 我当时告诉各位人心惶惶 大家都很恐慌 大家都很害怕 没有人敢做多 只有李建民李老师跟少数 比较勇敢的投顾分析师 还是强调这边没有杀低的必要 你要全力做多 我记得很清楚 2月5号的时候 我已经领先市场告诉各位 2月5号你不敢做多 那很正常 那么隔天呢 我说你要把握上半场的转折买点 我都把话讲到事前 那2月5号你没有做多 2月6号也该做多了吧 结果你看呢 一个波段涨了500多点 好 上个礼拜五呢 我怎么告诉各位的 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候 所以我解盘啊 我不会涨看涨 跌看跌 也不会忽多忽空啊 2月5号我勇敢做多以来 一直到昨天甚至今天 我没有去放空任何一档股票 而我的坚持到底是不是对的 我上个礼拜五呢 怎么告诉各位的 不用VCR重播啊 看清楚 我直接写给大盘者 我直接告诉各位结论 我说你要把握季线附近的满点 你看它大盘连接三天 为什么我告诉各位呢 季线是绝佳的进场点 很简单 因为台股的多空 很重要的分界呢 就是季线啊 尤其是中长多或者中长空啊 那么季线持续往上翻扬的话呢 当然任何的拉回哦 尤其是这种属于非经济性的利空啊 让台股快速回挡修正啊 那更好啊 一定是绝佳的进场点嘛 因为我们看了台股呢 太多太多过去的那种历史的经验啊 已经很有经验了 好 现在的投资朋友礼拜一呢 往你导播照进一点 而你看了我的节目 我还是告诉各位啊 这边没有3D的必要 你要冷静思考 如果你在呢 3月24号呢 礼拜一 大家都在什么 杀股票 都在呢 放空的这个同时 你勇敢的做多 今天呢 到今天最高点呢 涨了238点 而且今天是补量上攻 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而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还没有做对方向 那我李建民李老师的话呢 我要好好反省啊 为什么我一再的告诉各位 你就是不能听进去 而且呢 切实的执行 老师 我知道你很准 我知道呢 你都把话讲到事情 可是我会害怕 因为我看到呢 本来啊 反扶骂呢 只是在立法院 攻到行政院了 那还得了啊 怎么办啊 会不会瘫痪意识的这个 整个的过程啊 会不会呢 我们台湾啊 像泰国一样啊 哦 产生暴动 我还看到那个新闻啊 每天都在报道 哇 用水柱在喷啊 会不会呢 将 接下来的话呢 用烟雾弹啊 那会不会呢 有人受伤 会不会呢 有人死亡 投资朋友 这些是短暂的现象 还是长期的现象 就好像呢 之前的乌克兰呢 它是不是被俄国 俄罗斯呢 说近战 你也很担心呢 哇 会不会美俄大战啊 我当时怎么告诉各位的 我说战争 一定有它的目的 波斯湾战争 你认为美国真的是什么 和平天使吗 要维护世界的正义吗 它如果不是为了 那个伊拉克呢 那个很丰硕的油田 这个经济的利益 你认为它会呢 出兵 远渡从洋 去掀起这个波斯湾战争的 这个大战 那美国跟俄罗斯打起来 你认为谁会受贿 两败俱伤啊 两败俱伤的事情 我要告诉各位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那你看啊 好像呢在这个欧洲的股市呢 前天中错啊 昨天呢 有没有大涨 美国股市呢 你看一下 老师你能够未卜先知啊 你会知道呢 美国股市大涨 你会知道呢 德国股市大涨 我告诉各位啊 我不是算命师啊 我说股票市场啊 用拆的 用想的 永远不可能赚到大钱啊 而是要用历史经验呢 跟到底这个盘 到底是谁在掌控 多方掌控 还是空方掌控嘛 你要先理清楚嘛 你看这一波呢 就算美国涨也好 跌也好 就算美国重挫 外资有大卖吗 没有耶 而且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融资呢 反而是往下减 而且呢 融券呢 积极的回补呢 一万多张耶 为什么融券回补 那表示高档呢 我是不是讲过 上个礼拜三 有大咖在绕跑 甚至呢 可能做避险放空的动作 而这些高档呢 有在调节 甚至做避险放空的人 在礼拜一呢 已经回补了空单 你认为这个盘是 会跌到哪去呢 好 你说老师 我真的看不懂的 大盘到底是多还是空啊 很简单嘛 你只要看掌听板的加速 跟跌听板的加速 你做一个对照 你就会知道 到底这个盘是多还是空嘛 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嘛 我解释再多 我说老师 你说这个价跟量的配合不错的话呢 这个盘会持续的往上 不用这么累嘛 你就看掌听板加速 跟跌听板加速 到底是谁比较什么 比较多 那就表示哪一方胜出嘛 好 你看今天呢 上市三位掌听板的加速呢 30加 跌听板呢 2加 30比2 请问各位啊 到底何方胜出 那么 以今天预估成交量呢 950亿之上呢 它是相当不错的哦 所以哦 你看哦 今天是补量往上攻啊 而且呢 你看这个法人的话呢 都是什么 尤其是外资啊 持续的站在买方嘛 所以这个盘呢 没有悲观的必要啊 我们看到各类股的表现啊 今天各类股的话呢 还是一样啊 电子股的话呢 还是表现很强势啊 那么今天银剑股的话呢 有这个329档案的题材的话呢 我们注意看哦 2547的这个日盛声啊 是强说掌听板啊 我相信 我在节目中很少告诉各位 我看好银剑股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日盛声表现这么强势 而我在节目中要告诉各位 银剑股啊 似乎啊 有些许的买盘啊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进场 因为我们在看啊 这个2501的国剑嘛 你看国剑的话呢 已经悄悄的涨一段了 国剑的话呢 是银剑股的龙头啊 然后我们看法人的买盘的话呢 你看最近哦 你看国剑哦 国剑呢 就从3月17号嘛 相对的低档了往上攻 你看 是不是法人在买 结果呢 你说筹码面到底重不重要 日生生虽然呢 法人买盘没有进场 我相信啊 这个应该是特定的一个族群 有做切入 要不然今天不可能表现这么强势 可是重点呢 营建股就算今天很强势 它有没有创十年 甚至历史新高 我不是说 我的股票有多强 然后呢 一定要跟别人比较 因为我说 我们头股分析师啊 有时候会陷于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境界 就是说好像自我膨胀 会自我感觉良好 换句话说了 可是我们头股分析师的话呢 也必须要有自信啦 如果我们没有自信的话呢 我们能够如何能够呢 号召千军万马 那我如何能够在2月5号 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做多 甚至礼拜一 你觉得政治动荡的时候呢 勇敢的做多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啊 我们只要跟自己比就可以了嘛 只要我下个礼拜的绩效呢 比这个礼拜来得好 那么4月份呢 我带全国会员的操作的话呢 绩效超过呢 3月份的绩效 我就觉得啦 不错了啦 不用去跟别人比啊 因为我怎么可能跟别人比 别人老师呢 3跟5跟10跟涨停板啊 我怎么跟他比 那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哦 当然有可能 3跟5跟10跟涨停板 那到底 他的会员手中有几档股票 第二个 他的会员到底有没有买到 而且赚到 第三个 他的会员到底有没有报呢 整个波段啊 那只有会员才能够清楚嘛 那为什么我在节目中呢 要公布我的抗讯 我就是要端正视听啊 因为不是圈圈叉叉 话来话去啊 你就会相信的啦 我当投赋老师的话呢 已经快12年了 我很清楚啊 我很清楚你们在想什么嘛 你们都会觉得这个 好像是天方夜谭 怎么可能 什么可能有一档股票呢 他能够呢 从老师推荐 甚至买进以后的话呢 一路的黄标大涨 好那可以啊 我当做标股送给各位啊 如果你在3月4号 3月5号连续两天 你有看过我们节目呢 打个通电话进来 我会有没有送给你非说标股 你看这个日期啊 虽然比较小啊 这个是3月4号 我准备好的啦 看我们节目大概是3月5号 我在免费这个大方送啊 我说呢 送给你两档股票 后来呢正式揭晓F永贯 有没有永贯三君 好 我也不是在3月4号买啊 我直接告诉各位啊 我是3月5号 才带我的会员的第一次买进啊 所以我告诉各位呢 我们做节目啊 讲诚信二字啊 不是说最低点都是我们买的啦 最高点呢都刚好是我们买的 有这么巧吗 有这么神奇吗 你认为我们是上帝还是玉皇大帝呢 好 3月5号买进呢 隔天掌停板 上个礼拜五呢再度切入 为什么礼拜一再度加码 它亮灯掌停板 而为什么我在礼拜一再度告诉各位之后 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差一点第二根掌停板 好 老师你到底还有没有F永贯啊 很简单嘛 抗讯的验证嘛 3月26号是今天礼拜三 9点07分 恭贺F永贯 大涨再创历史新高 持股怎么样 仍然报老 我的天啊老师啊 仪党股票你到底要超出到民国几年啊 老师已经快两根掌停板了 你还不卖哦 我已经告诉各位 如果没有大行情啊 如果它不是会持续的往上飙涨 我为什么要一直报呢 那我报老的用意何在呢 我请问各位啊 3月5号在什么时候 3月21呢 3月24呢 这三次呢买点被我掌握 你认为它持续往上飙涨 我们需要卖吗 今天的F永贯是不是续创历史新高 你也很清楚它是说蜂蜜发电啊 具有什么节能概念啊 可是节能概念的话呢 为什么太阳能族群呢 反而是什么 反而没有创新高啊 你看6244的帽底有创新高吗 没有啊 好 3576的新日光 反弹你不卖的话呢 你看今天的话呢 看起来又转弱了喔 获利最好3691的硕核 请问各位啊 有过高吗 没有喔 那相对来讲呢 一样啊 锋利发电的F永贯 为什么永贯三峻 很简单嘛 因为法人的买盘的话呢 你看我礼拜一已经告诉各位嘛 就是打的筹码战 股票呢到底是锁在谁的抽地里面 三大法人呢不到三个礼拜呢 买超4522张 哎呀 老师啊 原来是三大法人的买盘啊 持续的溢注啊 甚至公司大股东积极的买啊 所以股价呢 它才会创新高 所以我真的希望投资朋友的话呢 你要好好的把握喔 因为呢很多的获利的契机的话呢 稍纵即逝啊 此时此刻呢 你或许看了我的节目 你已经得到了结论 啊 李建平李老师啊 你还是看多 可是老师啊 那到底呢 已经涨了200多点了 两天涨了200多点 我还能做多吗 有的股票涨太多还能追吗 你心中有太多的疑惑喔 这一档股票我要告诉各位 它是电子的波段标股喔 你看喔 这是它的月线呢 才刚刚起仗喔 你看 股价经过大幅的回档修正 是刚刚准备起工喔 而且是出现攻击量喔 而这档股票的话呢 你看它去年第四季的财报已经公布了 毛利率呢 成长 盈利率成长 EPS呢 单季获利呢 相当不错喔 是大幅成长62%喔 这一档股票的话呢 是电子的波段标股喔 好 那么昨天呢 你可能呢 错过了黄金三十分钟 没有关系 我今天的话呢 好啦 不限定时间了啦 有的人觉得李老师太酷了啦 老师你为什么限制三十分钟 可以啦 我今天给你呢 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啦 我为什么限制三十分钟啊 第一个 我希望投资朋友呢 你有正确的观念啦 因为任何的时间啦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嘛 如果你只剩三十分钟的寿命 你要怎么去利用 如果只有三十分钟呢 你能够呢 去考虑怎么去挑选个股的话呢 你要怎么运用 所以我的目的是希望能 你能够什么 把握当下嘛 因为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啦 那未来的话呢 你要怎么掌握 就是把握现在啊 所以今天呢 我再给大家呢 一次机会喔 赢家标股 一样送给你两档股票 那么第三档呢 保留给我亲爱的全国的货源啦 所以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选股 你也不晓得呢 到底呢 什么股票呢 是比较有机会 今天呢 是你相当好的机会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呢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美食爆走足 火锅上桌咯 别忘了爱之味分解茶 降火气解油腻 火锅的老朋友 爱之味分解茶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这些年代 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年代 经济自由 是一个国家进化关键 我们创造了无数奇迹 我们引以为傲 当世界脚步不断向前 面对区域经济威胁 我们正面临关键时刻 一起做对的事 自由经济示范区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征服时间 让我热血沸腾 在21世纪 我用跑百米的速度 为客户服务 我很仔细 也很勤快 把房屋资料数位化 送上云端 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 线上就能看屋 这个标志 让人充满动力 更有效率 选择科技化的团队 让你更快成交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好累哦 那就去贵族市家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市家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 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 我们都在科建美语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锁定我们节目代表投资朋友 你是非常聪明 因为你看了这么多 投雇老师的解盘节目 或者说所谓的财经的一个相关的频道 我请问各位有哪个老师 或者说有哪个新闻的记者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主持人 他会直接告诉各位 你在此时此刻你要怎么去动作 而且又有几个老师 跟李建明李老师一样 直接告诉你 到底你将来到什么点 我们不能讲指数 我们只能比较概括的告诉各位 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 可以这个去承接 甚至说你应该怎么去操作 上个礼拜五我怎么告诉各位 把握记线附近的买点 这八个字有没有帮助到各位 而就算你上个礼拜五 你看了我们的节目 甚至我们这个雅虎频道 也有我们的一个李老师特地 去在盘后录制的节目 你去看一下 你用这个奇谋或者说用这个去搜寻看看 我们这个大师解盘 你去看看上个礼拜五 我有没有在雅虎解盘里面直接告诉各位结论 把握记线附近的买点 老师有耶 用Google搜寻真的有大师来解盘 李建明李老师呢 很大大大盘连叠三天 说季线附近是绝佳的进场点 老师啊你头上派了 大家都在看空 老师啊 政治的动荡你不晓得吗 我有时候非常感慨的事情 我说这个新闻媒体都是报忧不报喜 我就发觉好像天灾人祸 每天都在发生 为什么就不会报道一些呢 比较温馨的 比较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什么公共的建设啊 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外交啊 做一些拓散嘛 为什么不报道一些比较正面的 能够振奋人心的嘛 我看到什么都是打打杀杀 不能打打杀杀 反正就是很乱啊 那我真的希望啊 投资朋友的话呢 你要冷静去想想看嘛 到底我们台湾未来要怎么办 难道我们呢比不上大陆吗 难道呢我们比不上美国吗 不会哦 我们台湾聪明的人很多 台湾有情人也是比比皆是哦 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 重点是那你到底要怎么去想 你到底要怎么样呢 拥有未来 那当然我们国家的建设越好 我们的经济呢 越能够起飞 股市难道会不好吗 所以我真的有时候啊 大家冷静思考的话呢 就不会啊 做出一些冲动的动作 好那是题外话 重点我告诉各位之后的话呢 礼拜一你敢不敢做多 老师啊真的是不敢啊 我的天啊东转西转啊都是什么 都是感觉啊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好像美俄要什么开战啊 又看到美国股市呢 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老师啊真的是不敢买耶 那勇敢的人呢能不能赚钱 我说有勇无谋啊那也是没什么 没有用啊 你用勇勇气啊是用在对的地方啊 不是说呢乘一时之勇啊 如果礼拜一 你看大盘如果说已经是在高点了 已经是高档了要创新高了 我请各位做多 那是我的不对哦 可是大盘已经连跌了三天了 已经连跌了三天了 而且呢来到季县附近 你认为不是买点吗 好礼拜一你做多呢到今天呢 是不是涨了238点 你不要小看238点哦 我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呢 都是看指数来操作个股 真的啊我当头股老师呢 已经十几年了啦 我很清楚你们在想些什么 你只有看它大盘像今天这样 持续的往上涨啊 你才会什么 你才会认为有行情啊 所以股票市场呢有传着一句话说 股市大涨三天啊 散户是不请自来啊 我真的很怕等到明天啊 一继续狂飙大涨创新高的时候 很多的散户啊 很多的股市输家又受不了又跳进去啊 结果呢 你可能又做了错误的动作啊 那么大盘今天呢能不能追高 好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 大概听我这个分析一下啊 不要太冲动啊 10.05分呢是今天的相对高点嘛 因为是8740点 这个每5分钟的多方量呢是16亿喔 也就是说今天呢已经出现什么 一度的背离喔 如果等一下呢再继续往上冲高的 这个每5分钟的多方量呢 没办法持续的扩增 还是呈现一个背离的话呢 那你要小心喔 所以呢当然现在还没有收盘嘛 我们还不知道呢 接下来到底呢 我们要怎么去关盘嘛 那我再教给大家 为什么呢我的看法呢 在昨天还是很乐观啊很简单 因为昨天呢它是完全回捕喔 3月20号上个礼拜四的向下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理论的话呢 通常啊当天不算啊 你往后推3天啊 如果能够被完全封闭啊 表示呢它从空头的格局呢 转为一个多方的架构 所以呢这个盘的话呢 我是呢认为呢 还是呢非常审慎乐观啊 随时有可能再创新高啊 那重点是呢 你到底要怎么去挑选好的标的 一档好的股票 两个礼拜之前我就告诉各位了 如果它创新高的时候 如果它已经涨一大段了 我在节目中推荐的话呢 那一定要有评有趣嘛 老师你为什么这么看好 6282的康述 我说当你看到Tesla 电动车的概念个股在美国嘛 哇飙涨创历史新高 当时是不是全市场呢 都一面倒告诉各位呢 Tesla概念股 好那有另外一个族群呢 美国的燃料电池啊 你知道三个月之内 发生什么大的事情 飙涨了超过两倍啊 那康述呢 它不但具有Tesla 这个电动车的概念 另外还有燃料电池 还有云端运算 这个三重的利多喔 所以为什么在3月14号呢 当它力所掌停板 我们现场现在掌停板的当下 我还会呢很激烈的推荐 好 因为你看到那礼拜二呢 差一点第二次掌停板 口讯能验证啊 你看一样9点07分啊 恭贺康书跳空大长再创十年新高 持股仍然暴老 老师已经涨这么多了耶 已经创十年新高了耶 老师要不要先卖啊 老师入带为安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也不用加入我们的团队啊 因为啊 你没有你的雄心壮志嘛 明明就是大行情 你为什么要局限呢 明明你可以赚一整个大波段的 你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 那你限制东限制西 有可能在股票市场赚到大钱吗 你人生的梦想呢要怎么实现 你要怎么样早日退休呢 所以要有大格局喔 不管是老板啊或者说我们当投顾分析师啊 或者说你加入我的行李啊 你一定要什么 要非常宏观啊 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 你才会看得更远啊 不要短视尽力啊 好 3月14号买进 3月19号加码买进 然后呢昨天呢再创十年新高 我是不是举个例子 上个礼拜六呢我一个聚会啊 就有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啊 他知道我说投顾分析师啊 他就问说那有什么股票推荐 我就直接告诉他什么康叔嘛 已经涨一段了耶 他说已经涨一段了耶 他的想法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是一样啊 你认为涨一段了 你认为涨很多了 老是要不能买啦 结果呢 结果今天康叔呢 所以我真的希望投资朋友 如果你真的想清楚的话呢 你就会啊 赶快啊 打通那种电话 那么今天一样再给大家第二次的机会 赢加标股 我准备两档喔 这两档股票的话呢 一档呢 是具有福茂协议呢 通过呢 超级的另多 另外一档的话呢 法人继续的布局 电话拨通 自然财产分通 有点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宁慎封 不停 三档的机会 电话拨通 破晓车 即使紧张忙碌 也莫忘这一天 追思忌足 尽在旺旺中 陶疼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急疼 思思解痛加强定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陶疼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急疼 思思解痛加强定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看人叫在家 爱滋味五星级甜点 船好好 小小姐我来 哇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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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